就已經讀過了 所以他們會比較不緊張 那你們呢 因為你們會來聽這個說明會 表示你們對言評的狀況 不是很了解 不是很了解都沒有關係 因為我們有很多方式 能讓同學跟家長 稍微做一個大域的了解 因為你們一進來怎樣 就是要三年嘛 那三年你用三角色了解一下 其實是很划算的 所以要注意聽 因為這個說明的部分 我們大概都講得非常清楚 而且非常深入 加上有真人真事都在旁邊 所以同學如果要做筆記的話 也都可以 那我簡單的一個說明一下 第一點 言評中學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他最後還有一個 因為你們現在是兩班 兩個班加上兩個班的 只有言評的學生 所以你們現在是四個班 接著他還會有在 在四個班級 他現在還缺四個班 四個班就是從 8月1號要來報到的 這四個班 這四個班簡單的講 就是他可能剛開始 他覺得就說 我可能要去別的學校試試看 試來試去 試來試去 可能當時候沒有一個好的學校 到後面這一批 他可能會湧進言評 所以他們言評會提供 7月22號到7月31號的一個報名的部分 這個是一個言評報名的部分 那所以後面這一批人 他們是還蠻辛苦的 你們可能已經大致底定 心情還蠻輕鬆的 可是後面這些不知道讀哪個 那個國中 哪個高中的同學 可能會心情會比較沉浮一點 加上你看 你們現在都有上輔導課 都已經開始上輔導課 可是他們如果是 從八月份進來的話 他們可能就沒有輔導課可以上 你們去先上一些的國 至少國因數都有上到 好 那我簡單再來講就是 我們開學之後會面臨的狀況 第一點 言評中學 所有的寒暑假都有輔導課 所以你要繳一筆錢 就像你現在一樣 要繳一筆錢去上你的輔導課 那輔導呢 不是只有暑假 還有寒假 寒虎跟屬虎 所以你最後暑假 還有至少還有三個禮拜可以休息 三個禮拜可以休息 那暑假 暑假可以三個禮拜可以休息 前面一個禮拜後面三個禮拜 那還好 那寒假的部分的話 大概就上一週 也就上五天的輔導課 因為五天他都要上 可能你就可以知道 在學校多 多麼的 多麼的 對學生多麼的好 多麼的關心大家 好 還有一個多 就是輔導課比較多 再來 考試比較多 考試怎樣多 記得星期二星期五週考 你站在旁邊的這些學長 每個都試過 二五週考 然後 國文英文數學 各科輪流考 各科輪流考 在星期二跟星期五的什麼 第一堂課 第一堂課 那再來呢 就是我們的一個 斷考的部分 斷考部分 總共三次斷考 一次進試 總共四次 那平均一個月 第二堂課 就是說你不停的穿插在他們的考試中間 他約你 他要玩的時候 你可能已經考完一陣子 準備考了 然後他在考試的時候 可能你剛那時候剛考完 所以你跟他永遠怎樣 沒有交集 相反的 以此類推 你跟公立學校如果沒有交集 同樣的你去補公立學校的補習班 也會沒有交集 每一科都一樣 因為他們考三次 你考四次 你這交叉比對下去 永遠沒有邏輯 加上可能 如果一般公立學校的斷考 停課一週 以前我們研比是這樣很可憐 他跟著公立學校上 因為什麼 哥哥說那一間很大間很有名 可是呢 我怎麼補都補不進步 怎麼辦 因為我要去讀的時候 剛好遇到公立學校的斷考 所以我們就休息一週 那下一週呢 我就趕快跑去補課 那可是呢 研比速度又超很快 那一年級很快 把一年一年級可能前兩次斷考 把一年級上學學簽譜上欄 那我之後怎麼辦 毛毛錢已經繳了 好 那我就去補領帶 那我就永遠對著一台機器 一直看看看看看 看到後來 媽媽說啊你怎麼越補越長 因為我都一直在看電視 蛤你在看電視 原來是在看領帶 所以這個就是常常發生的一個問題 那所以不管有沒有來這邊上課 只是給家長一個提醒 然後星期二星期五 因為有週考的部分 所以呢星期一跟星期四 儘量不要排補習 因為學生很充滿 為了應付二五的週考 所以一跟四可能很緊張 比較緊張啦 一年級比較緊張 二年級可能就不會那麼緊張了 三年級不用緊張 因為三年級就沒有週考了 那這本呢我大致做簡介一下 大致做簡介一下 這個就是因為隱平中學在這邊 很多同學大概整個學校三分之二都在這邊上課課程 那我們有國中部跟高中部 那你們現在是我們的高中部 那我們是從高中部 原始的部分我們只有高中部 所以後來因為很多高中的家長 認為我們怎麼會沒有國中部 後來我們後面七年才有下 下接的下來做國中部的部分 所以前面的所謂家長所看到 都是我們歷屆的一個學測跟指考成績 那這個部分都是我們的斷考成績 那因為斷考成績的部分 應該可以講 全校的前三名應該都在我們這邊 那所有我們的資料都沒有一個是作假 也不用去借 都沒有 都不用 因為我們的榜單非常非常的多 相信在座的各位的學長 都可以做一個證明 那因為我們的一個制度 加上我們所用的師資 還有我們後續的輔導 是非常的完善 所以大部分學校前三名都在這邊 當然有時候不一定 我們加出去很多都前三名 那當然不一定說 他第一名就一定在我們這邊上課 是不一定的 不過我們有很多 幾乎每一屆 幾乎每一次斷考前三名都在這邊 應該可以很確定這件事情 而且不管是物理 數學的部分 還有一個化學部分 大概都是一個類似的一個狀況 好 那接著後面 因為我們不是只有怎樣 斷考會 還有學測還有指考 所以我們是一貫作業 因為你斷考考得不好 你要告訴我說 我們不要看眼前 我們要看以後 連斷考都考不好了 你覺得你學測跟指考考得好 不可能的事 一定要從小單元好 你之後才會好 你連小單元都不好 你以後怎麼可能會好 這是不可能的事 那這個就是我們學長分享片 後面有一些學長分享片 同學可以看一下 其實這個都是他們就是辛苦三年 有的辛苦六年 所累積下來的 分享給同學的 或許這一篇長長的字 幾個字 或許可以點心你 或是提醒你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影響力 那我們這個就暫且把它翻過去 同學回家看一下 那還有他們的一些成績單的部分 這些都是在我們這邊上過課程的同學 那我們再翻到後面的部分 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是各年級的放學時間 那這個是給家長看的 那國一國二國三不用看 那我們從高一開始看 星期一的話 五點四十分 星期二到星期三星期四 星期四都五點四十分下課 星期五的部分 又有打個星號 是五點五十分 因為星期五的部分 怎樣 有一個課後的一個社團活動 所以會比較晚下課 那基本上 我們學校還有一些什麼 什麼電腦 電腦班 還有音質班的部分 那個是進去學校之後 才做一個就是去報名 然後再做一個篩選 那可能是在禮拜三或禮拜五的晚上 做一個就是說 下課後做一個加強的部分 那就是在電腦班跟音質班的部分 那如果要詳細的一個了解 對這方面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問旁邊的一個學長 好 這是我們下課的部分 那接著呢 簡單講一下 這個是我們的一個行事例 不是補習班行事例 是嚴評中學的行事例 那這是上一屆的 所以家長可以從網路上 看到這個行事例的部分 那行事例呢 如果同學是經常會丟掉的 那補習班也有 不見了就來補習班找 因為它上面有寫很清楚 什麼時候斷考 那什麼時候放假 那什麼時候怎樣 全部寫在上面 那下面也有我們的一個 考試的一個時間 所有的一個 例如說我們星期二星期五 的一個考試時間 是考哪個科目 所以往下看就有 高一 星期二星期五 有沒有看到 在下面的部分 那是國中 國中上去是高中的部分 那高中的部分 它有什麼 高一高二 因為高三沒有 所以有高一高二的部分 那高一高二呢 數學啊 什麼國文英文啊 星期二星期五的部分 星期二星期五 就是我剛剛跟你講的 中考的部分 中考部分 所以言品是滿重的 就是這週考 把週考的部分 怎樣都排入了 我們的顯示例裡面 那上面呢 都有各個活動 都在上面 例如說它 什麼八月二十九 三十一 什麼活動 九月三號 九月七號 什麼樣的一個活動 上面都全部都有 那至於呢 如果 您的孩子 不然今天禮拜六 常常禮拜六 媽媽我禮拜六 要去學校的時候 那家長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個時候 可能是他被勞動服務 少少樹葉啊 等等之類的狀況 那等等 學長都有經驗 因為學校呢 有可能怎樣 遲到幾次就寄一個過 那寄過怎麼辦 你又不能見人 一早就被寄過 見不得了 所以要怎樣 要消過 那消過要怎樣 要勞動服務 所以你就要去勞動服務啊 媽媽就看 奇怪 我兒子怎麼每次跟我說 禮拜又要出去學校 那下次有一個家長 就開個廁 跟他老公一起 就去學校看 欸 他老公我兒子怎麼在門口掃地 原來就是太愛遲到 然後被寄警告 寄完警告之後呢 就怎樣 要消過 就去消警告 只好偷偷的去 星期六去掃地 那還有一種情況是怎樣 補考 田平有補考 每個學校都有補考 他的補考就很多課啊 然後大家一起來補考 補考 基本上最好不要補考 因為那個都有記號 都有記號 不過你真的沒有過的話 他還是有補考的一個機制 所以 每半年都有一次補考的一個狀況 所以一定要特別記住 不要有這種現象太多 不然家長會送不了 好 這個是我們行事例的部分 那接下來呢 就是 這個是成績單的部分 成績單不是我自己印的 這個是我們 每一個同學 也就是說 營品中學每一個同學 都有的一個成績單的部分 這個是 每一次斷考 老師就要發成績單給同學 那如果呢 爸爸媽媽說 我怎麼都沒有拿到你的成績呢 要怎樣 自己上網看嘛 因為網路上都有 都有齁 那先教你們怎麼看 例如說 這個部分是一零二班 這個是一年二班的一個成績 那我們看看一年二班的成績 那是100學年度 102班的一個成績 所以他們在100學年度上學期 高中部的第一次斷考 也就是 你們九月份開始 到九月底或十月初的這一次 第一次斷考 會發生什麼樣的狀況 第一點 來 國文 全就是乘以六 也就是說 一週有六堂課 國文 數學 七堂課 我覺得數學比重是很高的喔 再來 公民歷史地理 他的比重就比較低點 再來就是他所重視的理科的部分 物理跟化學 各三堂課 再來是生物 所以 以此類推 以此類推 那我們的一個重點的部分 加上我們等一下會講 什麼時候 什麼樣的比重會拉高 例如說你可能 在一年級的時候 你會學會說 我的公定高中同學 為什麼他們不用讀物理化學 或是輪流上 大會都輪流上 有一個上物理 那就不用上化學 上化學又不用上物理 那為什麼沿平物理化學都講在裡面 這個就是沿平中學跟人家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他先上完 二年級下學期 全部課程結束 之後幹嘛 完不是 是要複習 高三的時候 做一個總複習的部分 多複習人家一次 你就多一些分數 多比人家更有競爭力 要不然讀完了之後 例如說 你東西弄弄弄弄到後來 讀讀讀 都沒有做一個整理 好像沒有 沒有一個完整的一個規劃 這個就是學校一個重點 其實他最好的就是在高三做總整理的部分 因為全部上完了之後 不管你懂也好 不懂也好 這個單元比較壞也好 不壞也好 最後 我在幫你做一個總整理 因為你在高三的時候 你的理解力也強了 你的各種能力都比以前高的時候強了吧 就算說你的辯解能力也會比較強 那時候呢 那我們在讀回顧以前的課業 就會覺得 害我以前怎麼那麼笨 這個也不會 那時候 那我們就用這樣的一個複習方式 同學會覺得 其實課程也沒有很簡單 沒有那麼難 那加上 加上老師再幫你重整 那重整的部分 就是每一個單元從重點 融會貫通 所以學校可以考出好成績 就是運用這樣的方式 提早上完 提早上完 提早複習 然後同學 就可以跟你公立高中不一樣 你一年級比較辛苦的時候 他們在玩 可是當你二年級的時候 你怎樣 趕快回去開同學會 因為你可以教他 蛤 你沒有這個物理你不會 我教你 因為我已經上高 剛剛二 下學期 可能快要上高三的課程了 那你就可以教他 這個是很確定的 那所以我們在這個課程裡 這個是需要的一個成績單 那所以他的一個分數 是差距很大的 有人100 有人32 34 31 44 所以這個分數差距很大 這個不是很後面 很後面差距更大 這個只是高一的第一次分跑 差距就這麼大 你要當那個30分的那一個人 你要當這個 我看到目前這個最低31分 物理28 30 38 你要當那一個嗎 可是就是有那個人 可是我們不要當那些人 因為不是只有一個 這只是其中一般 這只是其中一般 好 所以這個結論有個總結了嗎 就是理科的部分 一定要特別特別的注意 因為你如果沒有特別注意理科的話 其實你到後來也不用讀了 因為他二年級課程就結束了 你想說53年級再來認真 可是不好意思已經交完了 已經交完了 好 好這個是我們課程的部分 然後這個後面有一個步 步就是不及格 例如說第一個同學王子學 他們沒有不及格 第二個同學有兩科不及格 所以後面那個步就是不及格 然後因為現在沒有排名 以前都有排名 你看你第幾名 排得清清楚楚 現在是沒有排名 那後面的部分 是一個成績單 所謂的成績單的部分 後面是一個平均的分數 那爸爸媽媽要看平均 國文平均 年級平均66.37 班級平均68.11 那英文的平均 數學平均 每一科的平均 物理平均49 化學平均53 生活平均77 那我講的是一個平均分數 那前面的是前標 後面是後標 最高分跟最低分 物理的話是100 最低分是8分 化學是90 最低15分 所以這個最高最低 其實都差距還蠻高的 數學是100跟16分31分 所以要記得 這個都不是編出來的一個數據 這個都是一個事實 而且每一年都有的一個例子 每一個班都會有的例子 所以同學 你剛開始如果沒有準備好的話 其實你到後來你會沒有信心 但你讀到沒有信心 拖在後面實在是很痛苦 因為他就課程一直趕 你就一直追 當你追不到就放掉 可是呢 如果你跟得上 其實你會很快樂 因為你會覺得吸收很多 吸收到很多東西 而且加上同學都不用擔心 你看學長頭髮也每個都蠻帥的 你們看看 所以人家說頭髮怎樣 不能疲 不會吧 我看每個人疲左邊疲右邊的 反而這個大學的 還比他們頭髮還比得工整一點 這個大學的學長 他今年大醫生大二 也是言平畢業的 反而比這個在校的學長 頭髮還要那個理整齊一點 所以都不用擔心 因為現在換一個校長 給你們一個力多 你短褲都可以穿出來 一千千年學生哪看得到兩隻白腿啊 哪有 現在連短褲都可以穿出來 所以已經 這樣已經很開放 所以大家放心 都不會很嚴格 那個同學覺得言平很嚴格 沒有 都很輕鬆愉快 主要有幾個比較複雜的 就是怎樣考試比較多一點 多一點點而已 還好 不然也是玩掉 那其他的部分 教官也沒有很囉嗦 也不會 其他部分都還好 學校稍微小一點 不然也沒有什麼 好 這個是重點的部分 這個成績單的部分 後面還有一個104班 我都是拿最近的給同學做參考 給家長做參考 那你看這個104 104是怎樣 是去年的今天 他們也坐在這個位置 來聽這場演講 他們也都有來聽這場演講 可是還是很多人 層次是很可怕的 理光數學這一科 乘以利歐的這一科 你看他們 第一個 剛剛我講的那個是 現在升高二了 現在升高三了 那第二篇這個是去年的事情 因為這一篇是101年 避免最近的 這次的考試怎麼這麼可怕 圈起來很可怕 因為他圈起來部分 表示成績差距很多 你看他成績差距很多 圈起來全部都是 成績很差 還不止不及格 那你看全部落在那邊 落點都落在數學跟物理 化學 所以你不及格的科目 有可能就是數學物理化學 所以你一定要著重 特別小心 再說一次 不管你有沒有補習 你這三科 會是 有些人會覺得說 反正我這三科 我今天我的數學很好 我國中很厲害 可是要持之以恆 要加強下去 因為國中跟高中的課程 會差距很大 就關英文單字都差距很多 所以會差距非常的大 所以各位同學一定要小心 一定要小心 各位同學沒有拿數據 可是你用耳朵聽進去 因為這些 我只會講一次 你們在三年裡面 也只會聽到這一次 所以你看他們這一次的話 數學就不是乘以7了 你看他數學乘以6 所以每年都不一樣 就是在現在高二升高三這一屆 數學乘以7 那高一升高二乘以6 所以你們呢 可能也會乘以6 所以數學比重都很高 那後面的部分就一樣 公民歷史地理 那公民歷史地理 可能只有高一的時候 你們要讀 所以你們課目會很多 你給他算算你們要考幾課 來 123456789 9課 9課怎麼讀 我也不知道 好 不知道 就隨便亂讀 不知道怎樣 就消去法 好 從二的先消掉 不是吧 都要讀不到 9個科目 當然就是從 全數比較多的先抓住 那還要講 物理還乘以4 化學乘以3 那乘以2的部分 普通時候讀一讀 在發呆講話時候 稍微讀一下 因為這個可能 如果自然組的部分 之後就不用讀這些 什麼公民歷史地理 這些科目了 因為就沒有 所以在高二時候 有的同學怎樣 成績會突飛門徑 尤其是男生 為什麼 因為男生為什麼會突飛門徑 因為他公民也不讀 地理也不讀 歷史也不讀 都不讀 他主科讀一讀 他當然很後面 然後所以 數理班就踢到普通班 然後踢到普通班之後 後來二年級開始 不用讀這些 他很過癮 因為他數學聽一聽就懂 物理在複習室也都懂 所以他在這個 全數很重的地方 加起來之後 就怎樣打倒女生 但女生因為在這個 乘以2的部分還蠻厲害 因為他們很小心很注意 所以在這個乘以2的 地理歷史那些 他想要如果我主科沒有好很好 那我至少把這些乘以2的部分 把它拉起來 也要拉拉拉拉拉拉 總算好不容易拉到數理班 那拉進數理班之後 也很辛苦 因為到高的時候 這些拉分的分 這些拉的這個2的乘數 不見了 主科物理化學 整個基數拉上來之後 你整個怎樣 成績就掉下去 那那些 看他每天在混的男生 整個都衝上來 因為他這些混的乘以2的 他都沒有讀 然後之後這個沒有之後 他整個主科乘數變重 整個拉上來 所以他排名就上來了 這個是一個 一個一個一個 整個一個 每年的一個模式 都是這樣子 所以先讓你們了解一下 好這個就是看成績的部分 所以同學 你在看成績的部分 如果說這次平均很低 40分 那你媽媽罵我說 看你考40分 這幹什麼 這樣 就說沒有 我們平均只有40分 不然你看 因為平均40分 可是我不是叫你考40 不是叫你考40 那家長在跟孩子指責的時候 要看一下平均 如果這個平均40 你兒子考50 那你就不要一直罵他 因為考比較難 演評考題都會比較難一點點 沒有難很多啦 不用怕 好 這是成績單的部分 那之後後面的部分呢 我們都是自己看 自己看 有一些什麼 網路的一個消息 大家都很喜歡看網路 那這些很多都是來這邊補習過 或是說有聽同學講的同學 那所留下來 學長學姐所留下來一些資訊 那同學就稍微看一下 那因為我們之後的上課架 不是在這一間 因為我們有很多場說明會 那說明會裡面 就是小教師讓同學跟家長 可以了解到這整個課程的部分 那等一下我們上課的時候 也是同學在裡面 然後上我們的那個 護理跟數學的一個課程 那家長如果有問題的話 可以去外面 就是做一個詢問的一個動作 看有沒有需要 問一下學長等等 那這個是我們的一個 在隔壁教室上課的狀況 都穿同樣的制服 你們這屆是紫色的 不是你們這屆是藍色的 藍色的 你們這屆是藍色的制服 顏品的運動服很好認 高一跟國一同一個顏色 高二跟國二同一個顏色 高三跟國三同一個顏色 那你們輪到這屆是藍色的 你們上一屆的學長是紫色 然後在高三 站在那邊高三的學長是草綠色的 所以顏色很好認 哪一個做什麼樣的事情 一認就知道他是幾年級 一抓就抓得到 所以顏品的學員都還蠻乖的 因為很容易被認到 人家總不能把你認為是附中的學生 或是別的學生 因為你們制服實在太好認了 太好認 除非穿什麼 穿學校的制服 制服就比較認不出來 可是偏偏學校大部分 都是穿運動服的機會比較多 比較多 那稍微提供給同學做一個參考的部分 好 這個是我們的資資的陣容 我們的數學老師 跟我們的物理老師 還有我們的化學老師 這些老師都是交過非常非常久的一段時間 尤其對顏品的孩子 特別怎樣 特別的有把握 特別的 就是對你們整個的一個學校的狀況 還有你們的各個考題等等之類 都非常的熟悉 我們累積了十幾年來的一個考古試題 所以各個學校 尤其顏品的收集得非常的完整 怎麼樣都有 不只有怎樣 不只有物理化學數學 國文英文每一課都有 所以如果同學有需要提供的 我們都可以免費提供給同學做參考 你上面所看的九個科目 我們全部都有 歷屆考古題 不販賣 不販賣 只存收集 如果同學來這邊上課的話 那因為考試要到了 剛開始比較不會讀 所以我們會提供同學 一些歷屆考古題 不管我們這裡沒有不國文英文 可是我們可以提供 那同學可以 就是盡量利用這樣的一個資源 來幫同學提高你的分數 還有最重要的 一年級上學期的成績 一年級上學期的成績 作為一年級下學期的一個分班作用 你在四次段考 四次段考 還有加州考 你的成績會再做一個平均 不管你現在在裡面 你是普通班 你是數理實驗班 會再重新編班過 當你是數理實驗班的時候 你有可能怎樣 你會編 你成績不好 會編到普通班 可是你是普通班的部分 也有可能變到數理實驗班 這個就是用你 只有一次 只有三年來 只有一次機會 用你高一上學期的成績 四次段考 加這些二五的週考 然後平均下去 來作為一個依據的部分 所以我先跟你們講 因為你們現在有在上數期輔導 要有一點認真的上 因為後面還有三個禮拜休息 因為後面進來的學生會很緊張 會很緊張 加上老延平的學生 他學校已經很熟了 他們在學校已經很熟了 所以你們要特別注意這一點 好 我簡單到這邊 如果對於數理實驗班的部分 有什麼問題 都可以出來詢問 那我們請學長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他們在延平中學的一個心得 每個人一句 那我們馬上就要進入我們的課室 來來來 我們這四個同學 剛好都男生 我這同學證明都高三了 我這需要看到要教學長 他可能會教你一些 某某的訣竅 要稍微注意 想要我們從這邊先來 來 其實我一開始進來也是普通班的 但是就是高一上要認真一點 就是一進實驗班就會不一樣 那個整個讀書風氣就會不一樣 他那個是高一上的成績 然後就是高一下的時候 他會分類還有分實驗班跟普通班 假如你高一上成績有排到校排前面 一定的名次 然後他高一下就會把你編好實驗班 就是當年你就 只要跟著老師走 就是 就走那一次 就那一次 以後就進不了實驗班 你就進不了實驗班 只會出來不會進去 只會出來不會進去 就是他如果進去 然後又考不好就會再提出來 呃 我說一下好了 就是言平其實跟工藝的高中很不太一樣 所以那個時候我高一的時候 一開始其實讀的還蠻煎熬的 因為你就會看到說 啊怎麼好像大家 好快樂 哇好多色團 然後大家好像好快啊好快樂 然後怎麼就好像你就是 因為一看我們就開始衝啊 一開始就一直 教很多東西 你就一直被塞 一直被塞 然後短考週考 什麼一直輪著來 然後可能就是 就是一開始心情調適上 可能會不太好 就是 所以一開始 就是你 沒好由於心理建設就是 言平一開始就是 現心 就是 就是 道思干政嘛 就是我們是先辛苦 後快樂 因為像現在他們 我們 我們是我們交入快樂 原因是為了先把課程先解決掉 然後我們三殺的時候 只要專心的 只要專心的準備 一 就是 高一跟高二就好 因為我們高三已經上完了嘛 所以說 像他們現在公立了 像現在我們已經是算比較 就是比公立輕鬆一些 就是我們只需要來 準備高一跟高二了 可是高三已經不用準備了 可是他們高 他們卻是要併起 就是他們公立了 因為他們高三的課程 還得照教嘛 而且你看到時候 如果他們要思考 一定比較習慧 你看我們已經上完了 上完一年了 上完一年了 一兩年了 然後他們才剛教 然後又可能教人匆忙 然後高一跟 就是為了要準備學測 然後高三的又三的 不是那麼的齊全 對 所以就是 所以就是也不要太不舒服 我們就是 我們就是先辛苦 然後後壞了 然後 然後還有剛剛向老師說什麼 什麼人家約你出去玩 都不行 然後知道真的 就是 因為你看就是 你考完嘛 你考完之後 然後 斷考考完 通常在七 七到八天 就會再一個準備給你周考 然後周考完之後 欸怎麼考得很快欸 怎麼又要斷考了 欸怎麼還休息到 欸又斷考了 所以就是 其實玩的時間都很少了啦 然後 而且重點是 如果你要有補習的話 那個玩的時間更是 少之又少 就是 所以就是只好 就是要調適時間啦 在演評 就是很快樂的人 也是還蠻多的 就是 他們就是比較會調適時間 所以就是 所以就是 所以要 大家要自己去 分配一下那個時間來 對 要不然就是會 成績位置弱 像我那個時候就是 我覺得那種水 不甘心的一群 我想說 哇國中 所以那麼努力欸 山高中考到這邊 苦毒 然後 然後還被這樣毒害 他這樣摧殘我們這些幼苗 然後我就讀得很不甘願 結果我高 我高一下 第一次都這樣跑 馬上闖到俄國 我物理只有七分而已 我想說 哇 那時候我快來才七分 然後那個 然後那個 我們那時候物理老師說 哇 你真是術以之後 你手見了七分 然後 反正就是那個時候 我就還蠻那個 所以我那個時候還嫁到許 因為都是 一開始其實真的很不願意 很不想要讀書啊 就是覺得說 因為 國中 如果大漢上演評 國中的成績都辦得不錯 應該也是有準備蠻多東西的 然後 竟然只考上這個 然後你就看到 然後 劍中的 都玩社團 副中的玩社團 成績玩社團 大家都玩社團 然後他有交女朋友的交女朋友 然後也憑男生班 就是也憑男女分班 然後還叫不到那個 叫不到男女朋友 然後就 就 就感覺有點悲哀 不過其實不要悲哀啦 因為反正之後 反正之後 一定就是我的成果 像我們現在 我們的 我們的 然後我們事理之後 不然老是說啊 我是想想他好不好 他說 我們才 他說 我們成功 成功 成功我們跟我們開眼淚 那種破學校 然後腹中 豐勉強的當我們的敵人 然後他說 我們目標 從來就只有退到建中而已 所以 你們要努力 你們要相信延品 你們現在的辛苦 一定是有 一定是值得的 你們只要就是 照延品的 這些形勢力來走 就是照他們的考試來讀 就是 畢竟一分跟一分收穫 到時候 你就會慘到 勝利的苦果 然後到時候 等你們 勝利的 好吃果實 對 美味果實 然後 對 可是對 就是 就差不多是這樣 就是不要太 不要太 就是不要太 覺得太幹就好 反正就是 認認讀 認讀就對了 就差不多是這樣 然後 我個人成績不怎樣 不過他 他是 沒數以之後 把他排名都排在前十那種 所以他 他有一些方法 以及技巧 應該是可以分享給大家 所以就 所以就 所以 所以 這個 同學 學院要學很多東西 不管 不管你是哪一方面的 但因為這個學長 其實他是從 你看 他一個綽號 不知道可不可以 他說他以前叫七分俠 天啊 叫七分俠 他說七分俠才過來這邊 那他當然因為他是班代 所以他個性很活潑開朗 很容易帶動 看到他就覺得很開心很想笑 那他的好朋友 他每天都說 你看我睡覺也不把我叫起來 因為我考試我就不小心睡著 你還讓我這樣子 在那邊睡著了 你也不笑 他說 他同學 他的好同學 他說他就讓他在那邊睡 你考試又不叫他 可能他自己太認真了 那因為我們這同學的哥哥 以前也在我們這邊上課 然後所以把這同學帶過來這邊 剛開始還蠻不願意的 可是現在已經到高三了 那我們看看 因為他成績還不錯 那我們想看看就是說 他怎麼分配 有沒有怎麼樣 好像也沒怎麼樣 辛苦也不會怎樣 好像還不錯 長態還不錯 蠻帥的 那那個凱翔來幫我們分享一下 他就是在演評 操了兩名好像也沒怎樣 還不錯 而且我補一句 他每天都玩 還會用電腦 你們玩過 他應該都玩過 還補一句 就是 我高一進來的時候 也就是 可能跟在座差不多 就是 很不願意 就是 就是 國中 對啊 就讀是很累啊 只會喜歡進C高中 可是 可是 如果不進的話 感覺 就是 反而也上不了什麼好 就知道 就乾脆來 嚴評 看能不能讀一把 然後就 三年認真 然後 考上好大學 然後再 跟國中同學炫耀一下 然後 就 然後 直高一進來的話 就是 就 國英書一定要 國英書一定要顧 就是 很重要 因為 大 真的全數都很高 然後 就是每天都要讀一下 然後 自然科的話 上課就專心聽 然後 功課一定要寫 功課不寫的話 我這有試過 我就想說 上課聽都聽得懂 然後 功課 功課不寫看看應該也不會怎樣 然後 就算你很懂 可是 你考試出來 就是會考很大 如果你功課沒寫的話 所以 功課一定要寫 然後 社會科的話 因為 那個全數實在 還蠻低的 所以 不過 一樣要讀啦 就算他全數很低 可是 也是要讀 因為 被當的話就 很尷尬 而且要花時間 我補充一句 就是 到時候你一下中 你會發現 主將 社會 歷史 功名 對 全都一 社會科 全都一 官科 物理 就壓過 社會 然後數學 英文 國文 六 那只要讀那個什麼社會 所以 其實我們現在通常都不管 而且他每次一排 因為他一個禮拜都一堂課 所以你就只能 所以你就 然後他那個 都是用念的 怎麼那麼快 就像風在吹 對啊 然後睡覺起來 我們好像跳十幾頁 對 確實是幾頁 因為我們一個月月月段討論 人家四次 那這個就四堂課而已 那所以他當然就是 得一直趕 那我們 社會一次段討通常都九十頁 就是一次像歷史通常都一到九十一 然後就是那種很多 就是亮壓的你就是逼的 你可能得放棄他 就是可能只能 只能 只能大略讀下 不過當時的老師通常都會 因為他們 他們知道眼品其實就是不中置社會課 他們就通常會幫你準備一個 就是 他說你喜歡這張你就有七十頁 他就會幫你 他會發 發大概五張 然後大概一百題左右的題目 然後他就說 我們題目都會從 就是七十八的題目都會從這邊出 你們就寫一寫 對 所以其實 社會課其實 真的是沒辦法 就 只能一開始就只能先翻 也不要說 啊怎麼辦 就讀不完 其他都讀不完 所以其實也不要太慌張 對 所以就是 社會課應該是有時候得放一下 重點 就是重點 重點是在理課的部分 高端再來 就是高端再來 準備這些社會課 就應該還蠻特懂 對 這個是 不是放掉 這叫你循序漸進 就是從重點一樣 每天要讀 每天要讀 不是循序 當然是教你一些小小的那個秘籍 因為我們來這邊聽 總是聽到一些小小的重點 可是不是叫你那個都不要讀 我跟你講 如果高一 如果全部都不讀的話 那個社會課都不讀的話 你數學生班會被踢掉 OK 會被踢走 他現在講的是高二 社會主的話 就沒有這樣子 所謂正常來講 我們講的都自然主 如果說你要轉到社會主的話 社會主當然比重不是這樣算 因為他的比重就會完全不一樣 可是因為我們這裡是 全部都自然科的部分 所以我們講的都是自然科 全部講的都是自然科 因為社會主在言評的比率 應該算小還是多 言評裡面幾乎都是自然主 我們幾乎都是自然主的同學 好 再來請我們另外一個學長 他這個學長呢 他也是 我請來的同學 正常來講 成績應該都算很不錯 都很不錯 那主要是傳授同學一些 教學的方法 那個學習的方法 然後因為他們都曾經 坐在下面過 每一個幾乎都坐在下面過 所以聽聽他們的學習的一個方式 和學理科的一個方式 來 我本身是普通班的 然後 沒有把社會放掉的 我是覺得 如果你本身社會不太好的話 就像我一樣 然後現在懂了 那你要重新讀社會比較困難 淺藏一點 那我們現在重要的是 數理實驗班 因為我們現在第一關的部分 就是要先進數理實驗班 不管要不要進去 這是學校給你們的機會 所以一定要記得 那當然是說 你如果在言評裡面讀前幾年 尤其在 如果普通班跟數理實驗班 都一樣 我們之後來介紹 因為這個是我們現在的 那還有 來學姐 我總算找到一個學姐來 這個學姐是今年的高一 就是全校第一名的普通班 普通班全校第一名 學姐也很認真 那我們好不容易請到 女生都比較不好意思 好不容易請到學姐 來 這個學姐是他們的學妹 是他們的學妹 是他們的學妹 那學姐你跟同學講 在你進言評之後 有沒有覺得很辛苦 因為他現在升高二 那你覺得這個課程裡面 那你有什麼話 也要跟學弟學妹 他們因為剛進言評 你會說 注意一下 因為你之前所辦的 有點什麼樣的錯誤 或是說你覺得這樣做很對 交代他們一下 這個是 雖然你聽好像耳邊風 而且好像很簡單 重點 你聽完 你在上課聽完老師講 你會省掉很多很多的讀書時間 聽老師講 省掉很多讀書的時間 你就可以省掉很多時間 因為九個科目很多 所以你省省到省省 就省掉很多 你要說沒有時間 你還可以去擋球 就是這樣子 可以跟讀書方式不一樣 一定要抓 抓好那個讀書的方式 這個是最重要的 要不然你永遠怎樣讀過 永遠再刪去 今天放棄不要霧靈 明天換化學 霧靈快被盪了 趕快救起來 要放掉數學 永遠就刪去 那因為學姐也有 之前高院的時候 也有這樣的一個方式 大家進來可能懶懶散散的 可是錯失了這個機會 那沒有關係 在普通班好好讀 也是全校幾乎第一名的部分 好 這個學姐 這學姐的話 來 這學姐 就是從普通班 金樹里班 我們看學姐的部分 因為那時候 怎麼了 我怎麼要進樹里班 好高興 非常非常高興 那學姐 你也分享一下 你怎麼進樹里班的一個方式 有沒有很辛苦 有沒有很辛苦 那哥哥 其實這些很多哥哥姐姐 以前都在這邊上播課程 來 跟那個學弟學妹分享一下 就是你剛開始進去的時候 你會想要跟大家一起玩 然後不是如果你想到你以後 就是可以 然後上課一定要聽 然後要做筆記 因為做筆記很重要 就要畫總緣 然後不要課本都擺 這樣你到時候要看 我們都要看 這個學姐簡單講 她是從 她進來營運的時候 是普通班 然後就是經過編班之後 編到樹里實驗班 所以這個當然你們自己的選擇 這學校給你們一次機會 我在這邊或許把它擴大 可是這就是事實 因為沒有人會這樣給你擴大 因為你進樹里實驗班 學校說 你家人會跟學校說 蛤?我就是為了樹里實驗班 而來你們學校的 我現在變成普通班 不放過學校 學校一定告訴 沒關係 你在普通班好好讀 怎樣等等之類的 那我們有這個機會 就要儘量爭取 如果沒有辦法爭取到樹里班 也沒有關係 其實普通班跟樹里班 老師都一樣 其實差別就是學生 因為風氣不一樣 因為學校第一天講風氣 那你不要是當那個風氣不好的那個人 你可能你就是那個風氣不好的人 所以風氣是很重要的 那樹里班就是風氣比較好一點 老師都一樣 學生素質也都差不多 真的 他們這屆高一說叫做 那個編班叫大風吹 他們好像有一個名字 以前樹里班很少被刷出來 他們這屆高一升高的樹里班 是整個風吹 吹了亂七八糟 一堆人一班一半被趕出來 所以是差距很大的 所以普通班就很有機會進去 那這屆這一班的情況 他們這一屆的話 倒是沒有轉得這麼嚴重 患得這麼嚴重 可是高一升高的這屆是患得非常嚴重 他說他們班整班都不見了 樹里班整班都不見了 我記得有一個樹里班人跟我這樣講 好 那這是我們在讀的 現在在學校 高二跟高三 大家都有看到他們 讀書好像很辛苦 可是成果在哪裡 不知道 讀了半天 搞清楚所以沒什麼爛學校 來 成果 來 快點 來 這是我們的成果 什麼叫成果 編評讀出來之後的成果是什麼 來 智林學長 來 報一下你的學校 以前在學校是什麼樣進去的 這個也是超經典的 我現在念國立交通大學 然後我 因為當時 我當時經營的朋友戰術 沒有說得好 可是還是進去了 然後 也是一樣 就想 實驗班 可是我沒料到最後是分考 果文竟然會多考一個作文 所以我就 沒進了 可是 可是 差多少 我 我當時 就很爛試試 所以他就差一點點沒進 而且他 我記得他有跟我們說過 他還是延品補校進來的 補校進來 補校都可以考上教檔 你們都不是補校進來 所以沒應該都太大 應該是 現在如果中文有時候補校 補校的話他不會告訴你 他不會告訴你補校 他就後補的部分 他會告訴你說 我們這個你要不要 他再重新考試一次 因為大部分每一屆都有 不過只有起名而已 那我們不管這些學校的制度 那至少學長那時候 他是從補校進來的 補校的是怎樣 正取正取行人 正要被取 剩下幾個名額有沒有 要不要來 因為他可能分數太低了 可是連補校都可以考上教檔 很可怕 而且還普通班 勉勵一下學弟學妹 你們就努力念書 反正 現在也不要太晚沒關係 因為大學有的 我可以玩很多 真的去跟他們講免疫的話 可是後來我發現 他們好像現在下課 可以玩手機的樣子 所以求你們知道 這個 這學長是非常的乖 真的超級乖 而且就是很純樸的那種 他家住附近而已 所以常常知道 他腳打有空 就回來補習班看一看 學弟學妹看一看 所以他還蠻純樸的 那只是我們要他 學習他的一個精神 因為他不是很聰明 今天如果說很聰明 可能某某這幾個 有幾個學 他不是很聰明 可是不是很聰明 他也有跟聰明一樣的結果 所以我們每一種都要學習 我不是都大很聰明 我都知憂的我幹嘛 跟女人講 認真讀 隨便就考考就好了 這種沒什麼好聽的 那我們各種情況 都分析給同學跟家長分享一下 好 志玲同學 好來 因為這個他現在已經大一生大二 這個是我們成果 過程看的很辛苦 成果是怎樣 來來來 這個也是都很超經典的 來來來 這個是 他現在是台大 台大獸醫三年級 大三 升大四 他也是在這邊也是 這些幾乎都高醫就過來 有的是國中就過來 因為我們有國中部 來跟學弟學妹分享一下 這個學長 我不知道應該怎麼講他 他這個也是以前真的是 轟轟烈烈的 他可以從數理班的最後一名 他就是要被刷出數理班的那一個人 整班都知道 全班 然後還聽他 就是他 忽然間 那一次斷考完了之後 他變全班第一名 那時候我從補習班下面走上來 我還記得 整班鬧鬧鬧了 我以為是發生什麼命案 你知道嗎 主任一次接見 考全班第一名 一個最後一名 能考全班第一名 表示什麼 潛力無窮 廉民的學生潛力無窮 就怎樣 鞭子來 老師現在不能用鞭子 可是真的是 有時候鞭子是很有用 他媽媽那個鞭子很可怕 可是到高三之後 他媽媽忽然間不見了 完全沒有看到他媽媽 而且他媽媽是每天都跟著他來 到高三都沒有看到他媽媽 因為怎樣 他自己主動要讀了 他媽媽就不見了 就不用再跟著他來 所以我們這個學長的故事 也是還蠻經典 要講講不完 學長來勉勵學弟學妹一下 然後不要講說你在大學完成怎樣 那個我們不管 那勉勵一下 所以以後會有怎樣的一個甜美的果實 因為就自己應該太混了 然後就是搞得快被踢出去 然後這樣之後 之後過不久 就要開始就要考學車指考 然後就 我覺得還蠻值得 因為比如我原本的分數 可能是大 大同之類的 但是我想以我那麼混的個性 去弄公益高中一定不可能 之後大學會這樣子 雖然是很小生 可是這是很多家長的心聲 以他大同的成績 是怎麼考得上獸醫 大同沒有獸醫 之後我們來演品改造三年 欸 有個獸醫 雖然我主任沒有很喜歡動物 可是現在獸醫也很流行 所以我相信如果能再三 你看演品有說 演品好爛喔 爛死了 那小孩讀不好 他當然覺得很爛 我們看看他會不會說演品不好 一定值得 所以你一個東西 你有正面的跟負面的 可是正面的評價是什麼 負面評價是什麼 要用你的智慧自己去推斷 智慧自己推斷 所以學長講演品是值得的 所以呢 我希望引望你們讀出來 演品讚 我的母校很好 他是值得的 花這個錢是值得的喔 是值得的 其實你們現在心態還沒有像他們一樣 其實他們有的 像以前的演品是 來演品是為了血池 因為他同學 他媽媽跟我說過 他可能忘了 他說他是金華國中 七個裡面保證七個都建宗 他就是那不幸的那一個 你覺得他吞了下這口氣嗎 對不對 我應該沒說錯吧 蛤 他是敦話 你說說錯 這件事啦 對不對 你看這已經太久 因為他已經都大肆大肆了 所以已經很久 所以應該沒有記錯 他媽媽說 那個保證一定上建宗了 就是我們這一個 怎麼剛好就是那個肉網之魚啊 吞不下這口氣嘛 所以很多同學怎樣 考上了大學之後 我第一件事情 要去參加同學喔 會 因為他同學建宗了也沒有考他好 也沒有考比較好 好來再來 接著 就是我也是實驗班 然後跟他一樣 我也是敦話 然後我的成績 應該 差不多爛 就是 只是他 他有一次就是數學考全校第一名 所以他就 就很安全度過 啊我還是很危險 所以就是 我每一課都有念 然後我每一課都還是滿爛的 但是就是剛剛他們有講就是 就是大一高一上的時候要很認真 因為會分班 然後分班 然後分班很重要 就是實驗班跟普龍班 老師一樣 那些學生差太多了 就是普龍班學生真的太 對有一點 有一點混 然後 然後也是上課的時候也會睡覺也會吵 啊 就是實驗班只會吵 然後 就是還是會很 就是同學都比較聰明 然後比較上級 所以你就會 對如果你在那個班 就算你比較笨 你還是會跟他們從來 對會跟著他們上進 然後 就是 社會科真的真的 真的 如果其他念不起來一定要放掉 真的要放掉 不然 因為社會科都是用背的 啊如果你要 因為念高中 為了大學考試嘛 啊你就是等學測治法前半年 像我就是 兩個月把三課念起來 啊前面就 因為其他 其他科如果真的跟不上同學 一定要放掉 像我們班那時候 二十個人功能都會擋掉 就是因為都沒念 就是 就是為了 為了要留在實驗班 然後就是 全部都是念 物畫書 這樣 所以這個是學長的一個經驗 那不要就是說 都主任在講 那這些 欸學長你沒有抱向你的學校 欸成功 但是我後來轉社會組 因為 成功大學 成功大學 那他這個也是個 點錢的歷史 因為他後來是社會組的部分 那 你或許想說 他為什麼要讀社會組 因為 因為我爸說 會計給我工作 他這個是他個人的原因 可是他總共在言評全部都自然組 所以從自然組 要跨考社會組 超簡單 對就是 就是因為 沒有對手啦 而且都女生的 欸 就是因為 就是你在考學測跟直考的時候 就是 直考是比較不準 就是因為 如果你要進轉社會組的話 學測其實是一個非常好的跳板 因為 你考自然一定是引他們 然後你在實 對你在實驗班 數學也引他們 你的英文也是 你的同學都比他們好 所以你直接 你直接贏了三科 然後國文如果你 不要放掉的話 就跟他們差不多 你就是送他們一顆社會 然後你就還是一定 引他們了 所以你要轉組也是要進 術語實驗班 還是可以 所以他是自然組 讀了三年 所以很輕易的 跨考到社會組的部分 那時候我還懷疑說 你幹嘛跨考到社會組 可能是家裡的一個情況 所以也是很簡單 不是說 可是我們讀了社會組之後 可能要跨考自然組的機會就不大 那提供給各位同學做參考 因為每個人的志向不一樣 那我們只是各種歷史 提供給同學做參考 那因為我們時間有限 再謝謝各位的學長 學姊來提供我們這樣的一個寶貴經驗 我現在大概也是在這邊 我們這邊才聽得到 那我們很快請我們的物理葉正老師 來幫我們上這一堂物理的一個課程 那如果家長要留下一聽的也可以 那如果要問學長學姊有問題的 都可以到外面來詢問 那這是我們的第一次的一個 試聽的一個課程的部分 那同學的話 有問題就可以直接問老師 那同學的話 如果說有要往前面做的 都可以往前面做 那我們先翻開我們的物理的一個 第一頁的物理的一個部分 那我們會先從物理開始 那我們介紹一下我們的葉正老師 葉正老師在研平中學 教了十幾年的時間 所以變成學校裡面的狀況 都非常非常的熟悉 那所以在這個課程裡面呢 無論說學校裡面的考試 還有同學的各個大小的問題 因為老師在以前是 導師的一個職務 所以各個問題都可以幫同學一個 做一個很清楚的一個說明 加上研平這幾年的一個整個一個 方式有很大的一個轉變 那我們也跟著在做一個轉型的部分 那所以同學如果有任何問題 都可以提出來做詢問 那我們今天的課程差不多四十五分鐘的時間 讓同學了解一下高中的物理大概 是在做什麼樣的一個情況 跟國中有什麼不一樣 好我們請葉正老師來幫我們上這堂課 好各位同學大家好 好那很歡迎你們剛進高一 然後要適應這個私立學校的生活 那其實私立學校生活第一點 他的校非比較聯合一點 他很清楚 那第二點呢 他考試非常多 他也很緊湊 然後他的每一個禮拜呢 基本都安排週考 好那進度呢 也比公立學校多了 速度會變得很快 就是在高一高二兩年內 就可以把所有的課程都交完了 好那進來要有一個心理準備 就是你們已經沒有還暑假了 好你們說 欸其實有同學最不能適應就是 高一升高二突然間 他要放暑假 看到公立學校的同學 哇他參加很多活動 他要去參加 結果呢 學校有五個禮拜的 暑期舞蹈 一整天了 好那也不是顏品故意要講 因為全台北市的市議學校要講 顏品本來也不想上那麼多課 他只有上了早餐 後來被很多家長反映說 我們那個其他人去洞山都整天 好那個景文也整天 那什麼顏品是半天 後來學校趕快再給他弄整一整天 然後也當然也在學校裡面 這五週一整天的課這樣上下來 等於就是上了將近快兩次段考的份量 那所以在那個暑假跟寒假期間 就再加速快步前進 就把高二下星期就可以把它記錄都上完了 然後高三那一整年就讓你全部都複習 所以這個也是市議學校主要的那個好的地方 就是他可以提早交往 好然後呢 紀錄聯品也不用太緊張 老師感覺 他應該是在公立學校跟市議學校的中間 他很民主 他也會聽你的建立 然後也沒有像 也沒有像那個很多市議學校是很嚴格的 什麼法徑什麼他也一直解放 然後也慢慢的社團也出來了 以前我在遠秉教授是沒有社團 你沒有不可思議 連一個社團都沒有 現在社團也慢慢都出來了 可是老師還是建議你 因為學校的功課那麼緊 而且週考這麼多 你社團去調解一下社經就好 不要太投入 你一投入下去 大概也準備補考加留級 因為他的考試分量實在太重 而且你不要以為 週考是不佔分數 週考他佔學期轉生期的 所以到時候你週考隨便給他寫 一寫突然間 你發現你這比重怎麼突然間 連他都要算進去 那你就會忘記 所以記得 今年平安有心理準備就是 好好的拼一個高一高二 然後高三再做一個總複習 然後把整個功課融會貫通 好 那接下來 我先簡單的提一下 我現在要講的 這個物理的課程 好 那有關物理的課程是這樣 物理課程 他從高一開始 他可能上前三個月 之後就進入高二 好 那後來呢 因為呢 學校以前 家長就抗議了 說太吵笑了 我們基礎還沒打好 所以學校就給他編一本 叫做基礎物理 好 可是 老師希望你放開 仔細看 前三章叫基礎物理 後三章不基礎 所以 你要注意這個 好 這個是為了讓你感覺很基礎 好 所以表面章看起來是基礎物理 可是 前三章過了之後 後面第四章開始 就變成高二物理 好 那原因是因為 他前面三章是 拿的比較 稍微有一點 難度的基礎物理來看一下 那從第四章開始 他高二就開始衝進去了 好 那衝進去那個進度就開始大快 然後 那到時候到了那個寒假過後 那個就快速前進了 好 所以我算了一下 今年剛剛的高一的升高二同學 他現在到高二已經 快要把高二課程都快念完了 才暑假而已 高二課程都已經念了大概80% 然後準備再過個三章 就進入高三 你看喔 高一才念完了 他已經這樣進入高三了 好 然後最恐怖的是什麼 是高二開始 這高二開始 他的結束突然間暴政 突然間這個物理課 突然間變四五節 本來一三兩三節 突然變四五節 然後本來一次段考不到一章 後來變成考兩張 一次兩張兩張這樣過來 因為一共二十五張嘛 所以到高二的時候 他覺得你已經適應物理了 他就開始快步前進 這時候你才知道 不小心 就沒有準備到 然後一不小心怎麼期待 而且他的段考的時間 超緊的 為什麼 公立學校的幾週 六週以四段考 連頂了四週 這個四週多恐怖 第一週 你剛考完一定想休息一個禮拜 對 好 那你休息一個禮拜之後 等到一旦拿到 大概是第一週到第二週 好 一旦拿到 準備檢討自己 有沒有努力的時候 下週開始 老師跟你講一段好 所以 你要知道這個 這種緊湊的程度 老師同學 近年級的時候 他沒跑四月 他會覺得 怎麼那麼快 因為他一共考四次 有第一次第二次 近次 加最後一次 那教育局規定 只能考三四段考 所以他把那個 第三次叫做近三 近四 也算段考 其實跟段考沒有什麼差別 他是變相的段考 所以他一共考了四次 那考四次的話 他們的範圍 又這麼大 所以很快的到高二的時候 如果你高一的基礎沒有打好 到高二 你可能就變成 那一刻就是你放棄的對象 你就開始看到那一刻 就說那一刻啊 算了 就挑好的練 挑好練的去練 那就麻煩了 那首先呢 我也希望說 這個不理我們練的時候 我們希望你練的時候要做到重點 因為你們現在的課程 老師算過了 從九十一年開始 開始做改革 把舊的教材改成新的教材 是從九十一年 到九十五年就改一次 為什麼 大家說物理太難 因為九十一年大學年考 物理平均二十分 後來全面前十年平均三次 然後所有科目都是四五十 只有物理三次 所以後來一直被罵得很慘 那所以從九十一年開始 開始改到九十五年 一直上次是三 三到九十五年 到九十五年呢 又被罵了 還是難 對不對 算一下這五年來的平均 還是三次 怎麼辦 後來繼續 再改 改成九十九年 新課綱 再繼續刪 那三到最後 教授才發現 原來題目出太難了 所以從九十七九十八開始 慢慢的 當選 複選 填充去掉 因為同學最不會寫填充 未來還有一個計畫 喜歡把物理盡量 單選多一點 複選少一點 從出題方式到你 把它 考的分數 可以拉高 那拉高 勉強 贏到五平均也才五十 後來就有些 台大就出來抗議 台大說 那你怎麼辦 你把物理搞得這麼簡單 結果進台大每個人都考九十 那我要挑誰 對不對 所以今年開始 九九星課剛出來 那兩點計算 你就往下殺了 所以這樣一刀下去 你又降個二十分起來 所以你記得 物理只要稍微動點手腳 分數就會往下掉 那為什麼最近一定要再往下加升 是因為 他覺得台大那邊會出問題 因為台大那邊要找人 已經把分數當中考到九十平均了 這時候你台大跳不到了 所以後來最近這幾年 優惠往下再殺一下 那我在想 最好維持物理的平均大概是 六十分左右 而且有一個常態分布的曲線 前面的不會很多 後面的不會很多 中間多一點 這種考題是最恰當的 好 那老師也分析了這幾年來 這個從九十九年開始的題目 稍微有點變動 好 等一下老師會分析給你看 好 這個早期的考題 他就單一個方向 對不對 好 考這個方向 考多少 就一直往這邊顏色下去 就單一個概念 考得很深 好 可是到九十九年以後 他 官方都考得很基本 可是他把你集合在一起 好 這一張這一張這一張 然後接在一起 我看過最高紀錄 一起考五個章節 就把所有五個章節拿進來 然後接在一起 就變成用這種方式來出題 他覺得這樣也不會被人家罵說考得很深 可是他會覺得很靈活 好 所以到目前為止我看到了 大概是往這一條路走 好 那所以呢 現在你把獎益拉開 把獎益拉開 我來看第一頁 這個第一頁裡面 我先舉個例子 看早期的考題怎麼出 那最近的考題又怎麼出 好 好 那早期的考題呢 第一個它是用 首先 我先把前面你們學過的觀念簡單的看得下 好 那這是國中學過的 我先簡單的複習 好 因為呢 以前我在講這一段的時候 很多同學都舉手 老師我國中學過了 對 好 那這一段部分你再翻一下 國中沒有學過的舉手一下 有沒有 OK 都學過 好 好 第一點我舉個例 好 因為如果老師拿了高中的教材 可能 你們完全看不懂 所以我對哪裡國中很像的 可是高中的考法跟國中又不太一樣 好 好 那首先第一個 我們的位置 定義到X 位移叫什麼 位置相減 叫位移 好 第三個 路徑場是什麼 實際走過的路徑 跟位移的定義不一樣 對不對 位移是這個點到另外一個點的移動區 好 你可能走去再走回來 可是你移動的點是固定 好 所以我們位移跟路徑場是有所區別 好 再來 那我們就定義兩種速度 一個叫什麼 平均速度一個叫做 順時速度 對不對 好 什麼叫平均速度 你要知道為什麼叫平均 為什麼叫順時 它的時間比較長 對不對 等位移除以時間 順時呢 時間比較短 短暫 好 好 那我問你 如果 白白開車在你出去被照相 那警察 從此單到你家 你覺得那是順時還是鄰居 順時 對 那你說 順時那照相怎麼照 閃光燈 它有辦法留下兩個影像 那時間非常的短 它也會看你的位移這樣 再出於那個時間 換算出它的順時速度 好 所以 你不要忘記了 這個順時速度不是不動喔 是怎樣 是時間很短 動的距離也非常小 好 用非常小的位移除以什麼 時間 對不對 所以 它照相的時候照出來 它的影像會有兩個影像 而在它的那種閃光攝影的 這個技術 越時間越短 越測能越精準 對不對 好 這幾個讓你要了解 所以你不要一直認為說 那順時速度就是順間定點 不是 是時間非常的短暫 這個 也是有一點移動 足以時間的味道 好 那 常常很多人講 物理要幹嘛 唸出感覺 你的感覺唸出來了 你的題目就會寫 好 你沒有唸出感覺 你就感覺 你同學寫起來就很順 那你怎麼看起來 怎麼通口到尾都沒概念 都不會 好 所以你要把那個實際的現象 把它想得很清楚 很仔細 感覺出來了 那一下就會了 好 那再來 那什麼叫平均速率跟順子速率 好 它的定義是在分子 對不對 分子的是什麼 位移改成什麼 路徑場 對不對 好 那定義就出來了 好 那我這個是在強調以前 國中學過的 好 再來 這個定義是什麼 分子 平均加速度跟順時加速度 對不對 平均怎麼意思 速度變化除以時間 順時呢 時間很短暫之下的速度變化除以時間 對不對 這個邏輯你都確定了 沒問題了 好 那加速度就是合理的方向 速度變化方向 我簡單的複習一下 好 那第二項 你學了這些定義幹嘛 這是一般的通信 通用的定義 對不對 好 然後呢 我們為了要把這些運動 記錄得非常完善 所以我們要畫什麼圖 位置對時間的關係圖 位置對時間的關係圖 好 那位置對時間的關係圖 我們稱為 好 那ST圖裡面 你要告訴老師 你看到ST圖 你的感覺怎麼樣 每分每秒所對應的什麼 位置 好 好 第一點要記得 好 那你的ST圖畫出來以後 如果人家問你位置 那你就不用算 直接查表 對不對 第幾秒在哪裡 第幾秒在哪裡 對不對 好 在這個圖裡面要問你速度的 好 速度的話 我要跟什麼 平均跟什麼 你要講清楚 你問速度 你要問清楚 一個叫什麼 平均一個叫什麼 順時 我剛一直建議這個概念 對不對 好 那平均的定義什麼 定義 之間的勁個比較長 對不對 好 這樣比較長的話 那我現在抓這裡的T1 對的是什麼 X1 這裡的T2 對的是 X2 對不對 好 那如果 我們的平均速度 指是哪一條 是應該把這個點跟這個點把它怎樣 連起來 對不對 好 那連起來怎麼算 欸 再畫一個三角形 對一下 這一段叫什麼 X2減掉 X1 指位移 那這一段叫什麼 時間長 對不對 好 那我們這樣算出來的答案 找出這一段落影除以加段時間長 所以這一條線的傾斜程度代表它的什麼大小 平均吧 對不對 好 這一段的平均速度大小 對不對 對不對 你不能講順時喔 因為我老師的時間長那麼長 對不對 好 所以這樣我們叫做平均速度的大小 好 那平均速度大小 我們叫V 寫一條線叫平均 好 等於什麼 位移除以時間 好 我們在物理學 把這個叫什麼 叫割線 為什麼 你白色這條線被你割斷 這叫割線 割線 它割線的傾斜度 越傾斜代表它的平均值越大 對不對 越傾斜代表這個越高 如果這個越高是越傾斜 越傾斜平均值就越大 好 那你告訴老師 那順時速度要怎麼算 順時速度 順時速度要怎麼算 好 那你要講什麼時候的順時 對不對 好 那如果老師講是 這個點的順時 T1這個順時的速度怎麼算 那我就做什麼事 把這個怎樣 靠近 對不對 把這個也怎樣 靠近 把這個點整個移回去 是兩點接在一起 對不對 好 那這樣給老師講過不能重合 多一點點 對不對 好 所以做什麼 切線 好 那如果問這個點呢 在這點畫切線 對不對 好 那如果老師要用這個點的速度怎麼辦 再畫切線 好 那老師再問一次 這個切線 跟這個切線誰比較傾斜 這裡 那代表說 T度的速度應該比基本速度還要大 對不對 因為傾斜就是爬這麼快 所以就變比較大 好 好 到這裡這個在國中有沒有學過這個概念 好 如果你在國中裡面有這種概念 代表說你的國中不及格 好 你要重新把基礎再建立好 好 好 那第二 對不對 那ST圖可以懂這一點點 這一點點 那老師再問一下 那如果對速度對時間的紀錄圖 叫VT圖 好 VT圖 如果是這條線 對不對 好 這個面積代表什麼 面積代表什麼 位移喔 對不對 那為什麼面積代表位移呢 為什麼 好 因為 記得 速度等於什麼 位移除以時間 對不對 好 那我的重坐標是速度 橫坐標是時間 對不對 好 那我這個叫重坐標 這個叫橫坐標 這兩個相乘叫什麼 面積吧 好 橫坐標 相乘是面積 面積就代表誰 位移 對不對 對不對 也是從定義來的 所以物理很多東西都從定義來 好 為什麼第一頁老師要叫你再看一遍 因為那是定義 好 你沒有定義就沒有以後 好 那所以這兩個相乘叫面積 一個重坐標 一個重坐標 它相乘起來就是面積 所以那面積代表位移 在我們國中也學過 對不對 好 那所以呢 這個速度變化 這我們的速度的大小 那如果每個每秒的速度大小 都可以用圖找出來 對不對 好 那最後老師再畫一個叫AT圖 好 那AT圖的面積代表什麼 這個面積代表什麼 速度變化 對 速度變化 好 所以老師這我一問 大概 我去年只講 我一問大概有一半被回答 好 那為什麼不常用 對不對 好 那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加速度等於什麼 速度變化乘以時間 你要學習老師這個方法 對不對 好 好 重坐標叫加速度 橫坐標叫時間 重坐標加速度 橫坐標叫時間 兩個乘起來叫什麼 面積嘛 對不對 重坐標乘重坐標 欸這個誰 速度變化力 對不對 所以這個我們要算 大概叫速度變化 好 好 這樣這個採量才及格 好 好 那我們 我們如果要問 這個點叫T1萬 跟這個點T2 它的平均加速度怎麼辦 平均加速度 是不是找這個點的速度叫做V1 這個點的速度叫做V2 照它的方法 對不對 然後把這兩點 你把它怎樣 連起來 欸 這為什麼會連在一起 好 因為呢它的平均加速度跟什麼 順時加速度答案會一樣 會一樣 對不對 好 因為這個平均跟這個順時不一樣 因為它彎曲的 這條四角直線 所以它的平均的答案跟順時答案是一樣 好 好 這個再附帶補充一下 好 好 那 關鍵都講完了 好 來 好 順便再補充一下 那如果VT圖有這樣的話怎麼辦 好 你們同學告訴我 假設這兩個距離是一樣 這個位移是什麼 正的 那這位移是負的 好 那老師問你 到這個時間點 它的位置在哪裡 遠點吧 對不對 為什麼 走正的再走負的 因為這個我們的標題叫什麼運動 直接運動 對不對 走去再走回來 對不對 好 好 到這裡是你們學過的 好 那學過的時候呢 來 把那個 欸 單紙發訓 好 都學過 那老師要用的 都是用剛剛那盤講的 對不對 好 那那盤講的 那你先幫我試一下高中的題目 好 好 前面這五題 做對了 可以講評